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冬长的话你就是要用什么样的热量能量除去在你的体内 让春天到了春天的时候是一个整个星星向荣的大环境底下的时候 再去爆发你的爆发力 但是这个冬天的进补尤其是这几天冷 这段时间很冷大家都会想要补 可是补的时候我们传统想到的就是张母鸭或是烧酒机 麻油鸡这些东西说真的有些人不是这么适合 而且如果你每天吃可能真的对身体反而是有负担的 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补 补的比较健康 有真的能够补到对的地方 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佳洁生医的营养师K来跟我们聊聊 欢迎K 嗨大家好 你自己冬天会吃药膳来补身体吗 其实很少耶 诶真的吗 对 你不爱吗 不爱 而且因为我比较容易长痘痘 就是比较容易上火的体质 所以这是真的吗 就是说比如说吃我们刚说的麻油鸡啊 姜母鸭啊烧酒鸡这些是容易上火的 对 哦 怎么去分辨那个补汤到底 到底哪个是容易上火 或是哪些是比较温和的 哦通常像是有一些麻油类的 或是有加酒精类的那种酒味重的 通常呢都会比较上火比较补一点 嗯 对 那他其实像是我们常常吃的像麻油鸡啊 羊肉炉啊 姜母鸭啊 其实都是属于比较补的部分 嗯 那如果就是很爱吃的人呢 那怎么办 如果很爱吃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就是当然要适量嘛 这个是一定的 就是分量要控制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选择一些这个食材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蔬菜 来作为这个比较让它比较凉一点点 例如说像是瓜类的蔬菜 它就会比较凉 冬瓜啊 嗯 然后苦瓜啊这种 或者像是其实我们冬天生产 有人会在姜母鸭里面放苦瓜吗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吧 对 但是萝卜啦 白萝卜 因为冬天刚好又是白萝卜的季节 对 白萝卜倒也是属于良性的嘛 对 对 所以也是适合放的 对 嗯 好 那还有像是这个刚刚我有讲到很多人喜欢吃 那甚至是麻油鸡有些人甜甜吃 那呃这些东西可以甜甜吃吗 其实我们比较不建议现在人做甜甜吃 因为其实早期的人会想要甜甜吃 是因为他们可能营养不足 嗯 但是其实我们现代人营养不足的非常少 哦 比较多的是不均衡 对对对 对就是某一些部分其实过剩了 嗯 对那反而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那尤其是有一些特别的族群 像是有三高的 嗯 对或者像是有肾脏疾病啊 然后有痛风这些族群 其实我们都建议他不要甜甜吃 嗯 好 那所以呃 如果今天在冬天的时候想要做呃 补身体 嗯 那呃 站在营养师的观点来说 你们觉得以食疗来说的话 有哪些东西 如果是我们要 要除去掉 不要太燥 然后可以天天的温补的 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 嗯 嗯其实我们可以建议 例如说像是甲鱼啊 嗯 这一类的 其实就比较适合去做为一个 天天的补充的事 甲鱼 可是甲鱼 呃 甲鱼 甲鱼就BA吗 对 甲鱼就是BA嘛 没有错嘛 对 那我那 可是BA就是一般来说 听到都是说是壮扬用的啊 对没错 对大部分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印象 就觉得说BA就是用来壮扬的 嗯 对 不过其实BA啊 他其实本身在 呃 例如说诗经啊 嗯 或像什么本草纲目啊 或是像什么一些什么神通本草经里面 嗯 其实都有做记载过 嗯 那他其实呢 把他做分析之后发现 哎 他其实是一个 很适合去做 资因补养的一个食材 为什么 他他拥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 哦 其实我们现代去做营养的分析啊 发现他其实有非常均衡的营养素 嗯 对那像甲鱼自己本身的话 我们如果分成肉 嗯 然后还有油 来看的话呢 像他的肉 他里面就含有非常丰富的氨基酸 嗯 一些氨基酸 那这些氨基酸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抵抗疲劳 嗯 然后让我们精神比较好 嗯 对 甚至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 嗯 对 那他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嗯 还有一些矿物质 嗯 对 那这些维生素跟矿物质 都是天然的 它就不是由化学去合成出来的 嗯 对 那像这样子的维生素跟矿物质 对我们身体来说 就会比较好吸收 嗯 对 那这是以肉的部分来说 嗯 那如果以油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它的油里面其实就含有一些 Omega 3啊 哦 对 或者Omega 6 Omega 9 那它是一个比较均衡的一个 油脂的平衡 嗯 对 那其实像我们现代人呢 大部分6吃的比较多 嗯 然后3吃的太少 所以我们就会建议说 哎 像我们这样子369平衡的油脂呢 也可以去做一个补充 嗯 那对我们身体呢 就会有一些抗发炎啊 这样子的效果 哎 可是像是甲鱼啊 这个 哎 我觉得它这个壮扬的 壮扬的这个形象生殖人士 我刚才在跟Key说 我最近刚好看了一部电影 哎 这部电影 也可以推荐大家看一下 就是韩国一个很厉害的导演 这个 这个导演是 西关节推荐我的 所以呢 我我就看了一系列 他的电影 包括最早教员罪犯 然后后面好像还有 亲爱的英子 那个是 我记得是领英爱演的 那个导演的片呢 基本上都是跟犯罪有关的 然后就是那种 华丽的犯罪片 然后有点悬疑啊 什么的 很多地方是看了 会有点不太舒服的啦 那种比较黑暗的 震撼力比较强的那种 你知道韩国片那种 最近呢 他的最新的星座叫 分手的决心 就是汤维当女主角的那一部 汤维也因为这个拿了很多奖嘛 那这个也提名了 分手决心好像有提名奥斯卡 是不是啊 还是没有 他好像成为奥斯卡的遗珠之汉 但他有去 他有去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 但是没有入选 但他在韩国拿了非常多的大奖 也拿了一些国际的奖项 Anyway我要讲的就是呢 那个男主角演的是一个警察 然后呢他呢 随后因为一些事情 他就到了这个 到了地方 一个小地方 然后他要侦办的案件 那个小地方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谋杀案啊干嘛的 那他侦办的一起比较大的案件 就是甲鱼失窃案 就有一个养甲鱼的养了一整区的甲鱼 结果呢就一世之间被小偷偷 已经偷了好多次 后来他就去抓那个甲鱼小偷啊 然后那个抓到了 就甲鱼这个散了一地翻车嘛 散了一地啊 然后大家就拼命在抓甲鱼 就最后把这个小偷神之以法 把甲鱼还给这个甲鱼养殖户 但是他带了一只甲鱼回家 因为呢太太之前有跟他抱怨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拿回了一只甲鱼 以示我的决心 甲鱼就是拿来煮在吃吗 我真的没有吃过甲鱼 我一定要讲 所以当然我的想法就是说 其实很多被当作壮扬的产品 其实他其实都是 不是真的来壮扬 而是说他就是营养价值很高 对 从以前到现在我们都看 就是营养价值很高 然后吃的时候会觉得体力比较好 所以男生就会把他拿去壮扬 所以并不是说他就是只能壮扬 是说他的营养素 或是他的营养价值是高的 那过去大家一般就是 拿来怎么烹调啊 我不知道 其实最有名就是那个王永庆 是吗 对我们早期最有名就是王永庆 他每天都会喝一碗花旗生甲鱼汤 那好不我的吗 那不会流鼻血吗 不会不会 花旗生 花旗生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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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比较没这么补的 比较没那么补的 对对比较没那么上货的 花旗生甲鱼汤 所以他们是连肉都吃吗 对 好可怕喔 然后早期台湾其实呢 甲鱼是昂贵的 就是还没有大量养殖之前 对啊我记得昂贵 对而且好像三只那边有一个蛮蛮蛮有名的就是吃甲鱼的地方在淡水三只那边 等下回来继续聊 Vice的一同过生活冬天进补新选择 刚刚有讲到吃姜母鸭啦麻油鸡啊这东西不能常吃喔 不能天天吃因为它还是比较上火的 那所以今天呢佳洁生意的营养师Key就跟我们聊甲鱼喔 那这真的是蛮有趣的 这我要 你应该也是进了佳洁生意之后才开始研究甲鱼吧 对 然后呢因为甲鱼其实在 我觉得一定只有东方人吃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 因为你刚刚说其实很早很早诗经里面就有记载 对 甲鱼相关的对不对 对 那所以一定不只有这个中国人 台湾人 对 日韩也都吃 我刚刚讲就是分手决心就是韩国片啊 看起来他们很爱吃甲鱼啊 然后他们也是把甲鱼跟那个壮洋画上等号 但是就是如同我刚刚说的 其实很多的食物它都不是拿来 它不是for壮洋 只是因为它真的营养价值很高 吃了之后体力会好 所以那我刚请可以跟大家分析吗 那甲鱼都有什么 丰富的氨基酸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人体来说 补充体所以它主要能够让大家觉得体力增强 是因为氨基酸吗 氨基酸还有一些维生素 维生素 对 它有心是不是 有 因为大家都会想到心是一个很重要的微量元素 对没错 那刚刚有说甲鱼文化在 我刚顺便问了一下 日韩都有是不是 对像早期的话 日本自己的这个甲鱼其实很少 他们也没有就是规模的养殖 所以早年其实是台湾去外销给日本 所以台湾的甲鱼养殖的技术是好的 对没错而且像台湾的这个南部目前的养殖啊 都已经到一个非常规模化的养殖池 对然后甚至像是有的养殖场呢 会给甲鱼吃一些像益生菌啊 这一类的东西 对去确保这个甲鱼长得非常的强壮 好所以你看哦 刚刚讲到在肯哥其实不是只有东方 东方的话像日本 呃日本的皇室 据说在七世纪末的时候 就有甲鱼进贡的记载 然后从哪里进贡来啊 谁进贡给日本 嗯这个记载应该也是从 就是像中国啊这一带进贡进去的 然后呢他们甲鱼是他们的皇室料理 对那到现在后来在这个江户时代 就开始在民间流传开甲鱼入菜 到现在还是在日本很风行 那韩国就不要讲我刚刚就讲了 因为现在电影里面都有这样子的 可能当然不会在大都市里面 这种种养殖不可能在大都市嘛 一定是在地方上 对那呃另外其实西方也有啊 对西方也有像是英国的首相 对丘吉尔之前也就有吃这个甲鱼的记录这样子 他是每天进补一碗甲鱼汤 哦跟王宏庆一样 对 吃了花旗生炖甲鱼 讲的我也好想吃 你有吃过甲鱼本人吗 有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就我们进公司一定要吃吃看 到底是什么味道 是你们是怎么炖煮的 呃我们是在就是美农那边 然后他们会炖煮 也一样就是炖煮成汤 嗯对那像呃北部这边有些人会吃 那我这边有吃过之前有这个 朋友把它炖煮成跟那个猪肚一起 哦对 然后吃肉 对吃肉 可不会用吧 不会 嗯对主要就是吃它整只这样子 那它的肉质是什么感觉 其实还蛮好吃的耶 像我听有人说就是呃 有有些很多说这个肉质好吃的 像鸡肉的口感之类的 就它并不是硬的肉 不会像猪肉跟牛肉 不会不会 哦对 而且它吃起来是柔软的鸡肉 嗯对 然后在这个呃 神农本草经上面记载甲鱼的功效是全身 每个地方都可以用 对 它就是把它分成七个部位 嗯对就是把它的血啊 嗯嗯 然后还有它的甲啊 就是憋甲的部分 全部都分开来 嗯对总共分成七个部位 然后去分析它每个地方 有什么样子的功效 对在这边我看到说肉 哦头 对 甲 蛋 对 蛋耶 对 甲就是外面那个壳嘛 对 血 油 油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它的油脂的比例是好的 而且是好的油 对不对 对 卵 七大部分 呃 每个部分的功效不尽相同 但大致上在神农本草经上记载 都是有益气滋补强生防虚劳的帮助 对 所以你可以可以可以理解就是说 它会被拿来撞 如果一样东西 它会长久以来被大家跟撞羊连在一起 就代表它真的是有用的啦 因为撞羊那种东西你知道男生都会觉得 哎 吃了之后马上有赶 对 所以是 但是它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它一定是呃 对于虚弱的人来说补充体力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对没错 所以如果以现代科学来分析的话 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它的营养成分 那除了像是氨基酸啊 还有像是好的这个Omega油 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体上 到底是需要它可以来做哪些修复呢 像是例如说氨基酸的话 对于肌肉的修复就非常的有效 对 然后还有像是我们身体的一些免疫 也都需要这样子的氨基酸来去做修复 对 那像是维生素矿物质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很多人现在每天吃综合维他命 就是要补充这些维生素矿物质 对 那它可以让我们例如说身体比较精神啊 还有一些身体一些机能的正常运作 对 那Omega油脂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369比较平衡的话呢 我们身体比较不会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 嗯 对 所以甲鱼你刚刚有讲它算是贵的东西 早年算很贵 嗯 对对对 现在其实有比以前便宜 因为就是有大量的去做养殖 对对对 但是其实吃的人还是没有非常的多 我有障碍啊 就是我没有办法 哎 刚有人跟我说 鸡仔猪肚憋汤 对对对 就是鸡仔猪肚憋汤 对 鸡仔猪肚憋汤 他们说这个超好喝 以前可能在南部版都都会拿这个当ending 完美结尾 哦对面有一个台南人点头如倒上 所以你有吃过 你有吃过冰 我都听过 很有名 哈哈 我不知道耶 我觉得第一个啦 甲鱼 就算你先听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棒的 这个很具有营养价值的食材 对不对 对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 每天要煮一个汤 其实就有点麻烦了 更何况是要 要拿甲鱼来做汤 我是没有办法的 有障碍 我有超级无敌有障碍 我还不知道 你叫我在台北 我还不知道去哪里买甲鱼耶 一般市场不是 不会卖 没有 对 他管不到啊 不会卖 所以其实像佳洁声音 你们就有把它的 一样嘛 现代人对于现代人来说 这么忙碌要最 需要的就是最方便的补充营养的方式 对 所以把它做成保健食品 你们是怎么做的 哦 我们的话是一样把 就是它的 本体跟油脂 要把它分开来 因为它两个处理方式不同 哦 对 然后它本体先去做一个 就是26个小时的浓缩之后 对 然后再把它细磨成粉 26小时的浓缩 对 是说把它变成标本之类的 哦 不是不是 长时间 对不起哦 我的脑中实在太有画面 你知道我们这种 一辈子都做电视的人哦 那个脑中太 你讲什么 我脑中都有画面 请问怎么浓缩 它是有点像是烘烤 不同的温度层去做烘烤 把壳先拿 夹先拿掉吧 哦 它自己夹也有一起哦 对都一起 所以你们是全部都有 就是把它整支都把它 都有利用到的意思吗 对整支都有利用到 但会把一些内脏的部分 什么肠胃这种会先拿出来 哦这种先拿掉 然后油 那你油跟 跟它的本体怎么分别 怎么分开 哦 他们在就是前处理的时候 就会把就是比较多油脂部分 油脂会先取出来 对对对 然后把本体做 26小时的风干 可能烘烤 然后浓缩之后磨成粉 对 哦 那油呢 油脂的话就是去做那个 油脂的精致这样子 精致的加工 哦 对对对 然后然后 然后再来就是做成 哎我看到这边有 这个甲鱼全方位维他命 对 所以它是做成一颗像胶囊状吗 对没错 那这个胶囊里面就是含有 你刚刚说的那个 本体的粉跟油 对 都在里面吗 对 那额外我们还添加了甲鱼的蛋 甲鱼卵 对甲鱼的卵 嗯 对我们也把它做一个处理之后 甲鱼卵的 的 营养价值是什么 甲鱼卵的话 它其实当然就是 因为它为了要生小的 它会绞于宝宝 所以它里面其实就会有 非常丰富的营养 那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的 氨基酸 它里面也会有 嗯 那像维生素矿物质里面 也会有一些 嗯 但是它额外呢 还会有卵磷脂 哦 对 那卵磷脂的话 其实它又 卵磷脂很重要耶 我现在有在吃耶 哦真的吗 因为我现在是吃 枣油的卵磷脂 因为我都觉得 就是它 它对脑部很好嘛 对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都要补充卵磷脂嘛 因为要补充 宝宝的脑部发育 对不对 对对对 那我现在是觉得 年纪大了 你知道 有时候脑子不太好使 哈哈哈哈 所以 然后我之前有听到 医生说是有 他们说有些什么 PS 呃 什么什么什么 很很很很难念的 磷脂西式胺酸 对对对 他们说其实这些 是有一些帮助的 在对于脑部的 一些运用上 所以这个也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吗 嗯 卵磷脂的话 它其实呢 它结构稍微做变化之后 就会变成 刚刚我们说的 什么磷脂西式胺酸 对 这一些 嗯 那这一些 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 自己去做转化 好 所以呃 这个这个 你们做的这个 甲鱼维他命 它里面就会 呃 它可以有什么样 因为你知道 我们现在人吃的东西 已经非常多了 对 我每天要吃超多 那它这个里面 包含了哪些东西 跟我们现在吃的一些 一般人 大家吃的保健食品 其实是可以互相取代的呢 哦 例如说像是 刚刚有提到 因为它有综合 维生素跟矿物质 所以它可以提 就是取代我们的综合维他命 嗯 对 那还有里面有一些氨基酸 嗯 那我们平常不是会说 哎 我们要喝鸡精来提神吗 对 那所以它也可以取代一些 鸡精的功能 嗯 那还有像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 Omega-3脂肪酸 所以它也可以取代鱼油 哦 那还有卵磷脂的部分 所以它就是一种取代四种 嗯 什么人都可以吃吗 对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禁忌吗 食用的禁忌 对 嗯 没有 除了婴幼儿啦 婴幼儿我们还是建议 当然婴幼儿没有 我们就是食品里面 一般成人 而且那个婴幼儿最好还是吃这个 原型食物是最好的 对对对 所以成人都可以 所以孕妇啊 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限制 都可以吃 对 嗯 那还有就是当然大家也会很在意 就是说 呃 你们的来源是哪里 甲鱼的来源本身 哦 甲鱼的来源就是它是在我们的 南部的养殖场 嗯 对就是美农啊 这一带的地区 嗯 对 因为它毕竟是动物 大家就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 呃就是 安全的问题啊等等的 在这方面都有做一些把关吗 有就是我们在做进入这个制程之前会做一次检验 嗯 那制程做完之后还会再做一次检验 嗯 对 所以它其实每一个关卡一直到成品出来还会再做一次 所以基本上会做至少三次的检验它才会出场 有国际认证吗 有 它目前的话就是有通过这个欧盟的AA 还有就是这个古研会的那个无添加的一个认证 对 我本来想拿一颗出来看一下 波线没开 它就是它会很大颗很难吞吗 不会 大家都知道我的忠实粉丝们都知道 童韵姐有那个很讨厌吞咽大颗维他命的那种那种障碍 就是我讨厌卡住 其实你可以打开来看看 是吗 对对对 再一点来看一下好了 所以呃所以其实呃如果说在这个呃 食用上的话会不会需要跟一些现有的 呃一些呃保健食品做区隔啊 我的意思是说会不会吃过量啊 比如说每个有些人每天都在吃呃 综合维他命的那再吃这个会不会就过量 哦会建议其实不用重叠一起吃 嗯对对那有一些人可能会针对一些 他特别需要的 打不开 打不开吗 打不开下了 我本来想要打开看一下它到底多大颗 因为这个大概这样子 因为这个这个照片的话看起来是这样子 诶有人有人拿一颗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它到底多大颗 它没有没有很大 一般我们的像综合维他命 它像鱼油一般都是做到一公克 哦不会很大不会很大不会很大 对 诶它为什么有猫眼石的感觉 哈哈哈 它有狐眼石的感觉耶 对对对 诶它为什么 它为什么 它好特别哦 对它会这样子啊 就是因为这边是油脂 所以它会是透明的 诶真的耶 对 我刚刚说它看起来像狐眼石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光泽 结果我对光才发现它有一块是透明的 是像鱼油的那种油 可是另外一半是是有感觉是有有有东西的 对对对 它是甲鱼粉 甲鱼蛋粉 你们怎么做的啊 对就是我们就是把它全部都研磨之后 把它用那个软胶囊 我是说对那个软胶囊就是等于是装 可能有点像是装装四分之三的粉 然后四分之一的油 呃油脂比例再稍微多一点点 可能三分之二到三分 跟三分之一 对对对 大概差不多这样子 好特别哦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 对 因为一一般市售的你看不到 是因为它有用颜色把它包起来 所以你这个是透明的胶囊 等于是透明的胶囊 对对对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甲鱼粉 跟油 对原色跟甲鱼油的原色对不对 对 对 真的很特别 对对 所以它是无天夹 就没有夹什么色素啊 之类的东西 叫吞下去会有奇怪的味道吗 你知道像很多人怕鱼油 我自己也好怕鱼油 那个隔出来的那个腥味 哦不会 甲鱼油不会 不会不会 这个这个吞下去不会 不会不会 但是它咬破的话 我觉得它有一个 嗯 那叫什么 烤鱿鱼吗 的脑味道的感觉 烤鱿鱼吗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有把它咬破过 我觉得很辛苦耶 营养师 但是他们在产品上市之后 要做各种的尝试 哈哈哈 因为一定会有人问 可不可以咬破吃 对 你知道我每次在团购啊 什么那些鱼油啊 或是什么东西 都会有人问说 请问可以咬破吃吗 因为有一些可能小朋友不会吞 对 或者是老人家 吞咽有困难的 他们就会问说 可不可以直接咬破吃 很多人都会问 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怎么那么奇怪 干嘛要咬破啊 对 吞不好吗 哎真的很多人 我跟你讲 因为太多人问过我 可不可以咬破吃这个 这个这个问题 原来你们也会自己咬破看看 是味道是什么 对对对 看味道会不会很奇怪 这样子 很有趣 哎呀谢谢 今天聊甲鱼 聊得好开心 谢谢佳节生意的营养师 可以来跟我们聊甲鱼 谢谢